这些很小幸在云林界浑山游乐区这边因为大停电了 可能是园区里头的宫殿设施跳电了 所以五项大型的游乐设施就这样电力中断 当时有20位学生正在坐这个冲锋飞车 就这样人被卡在半空中上下不得 当然在当时大家饱受惊吓 工作人员也赶紧引导他们脱困 只是脱困之后呢 没想到这些大学生胆子好大 没再怕 恢复宫殿之后他们继续游玩 而园方也承诺让他们下次免费再来 建湖山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冲锋飞车 360度翻滚高速俯冲娱乐效果十足 不过要是碰到屠如其他在停电那可就不妙 偏偏它就发生在20号中午 园区内的宫殿设施跳电 当时正好有20名学生搭乘冲锋飞车 一群人就这样子卡在半空中 就停电停在一半啊 有卡在上面吗 有 刚上去的那个时候 然后就还没有开始 还没开始就停了 还好工作人员立刻协助他们 从维修便到脱困 没有人受伤 大停电从中午12点半 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 包括路上的冲锋飞车 狂飙飞碟 晴天飞梭 以及水中的大碗光和龙卷风 等五项大型游乐设施 全部停摆 给他们保留票 跟到我们服务台这边盖一个抽张 那我们会给他们三个月之内 可以让他们再来游远这样 对应该玩到应该玩到 不会害怕吗 不会 年轻人果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还好稍早游乐区也因为下了一场大雨 部分游乐设施暂停运转 否则遇上大停电 恐怕会有更多游客受困 记得廖美黄总盈云林报导